美國職棒大聯盟華盛頓國民隊的臺灣投手王建民呢 今天上午先發出戰新興那提的紅人隊 劍載主投六局 國民隊呢以三比二暫時領先紅人隊 可惜隊友無法乘勝追擊 最後紅人隊在九局下半 以一支再見安打 以四比三擊敗了國民隊 而王建民這次比賽無關勝負 不過第三勝也因此飛了 王建民求得滿再度對上十天前才拿下勝投的紅人隊 二局下因為隊友守備失誤和安打 讓紅人率先攻下一分 不過國民隊在四局上靠著第八棒ROMAS 敲出三分全雷打逆轉戰局 六局上解決兩名打者後 劍載在解決第三名打者時 好球帶不被裁判青睞 加上接連又出現兩次安打 紅人再追一分 國民隊比數三比二暫時領先 只是在第七局輪到投手打擊 教練決定讓劍載下場 但七局下紅人靠著一個寶宋和兩次安打 把比數追平 讓劍載的勝投也飛了 雙方纏鬥到九局下半 紅人第八棒KAROL提出再見安打 比賽結束拿下系列戰的首勝 對戰紅人隊國民隊好幾次攻佔得點圈 但打擊卻無法適時發揮 幫助王建民拿下勝投讓球迷惋惜 但王建民付出至今表現漸入佳境 今天也交出優質先發內容 主投六局總球數92球是付出以來最多的球數 有兩次三軍的成績十兩分 只有一分自責分 本次對戰無關勝負 目前戰績人士兩勝兩敗 記者綜合報導